一介在的乳癌切片中 发现一种叫做PARABN的成分 这种成分就是藏在沐浴乳中 是用来抑制沐浴乳变质的防腐剂 PARABN不会造成皮肤病变 一般人使用都不会有症状 但是一旦使用超过十年 就可能诱发乳癌 小孩子皮肤解毒力很弱 建议也不要用沐浴露 洗澡用沐浴露还是香皂 答案是建议使用快撞肥皂沐浴 每天洗澡都会用到的沐浴乳 每天和皮肤亲密接触 当心洗漱病癌 医师在乳癌的切片中 发现PARABN的成分 而是面上三层的沐浴乳 含有这种可能致癌的物质 如果长期使用 可能就会有危险 这种叫做PARABN的成分 就是藏在沐浴乳中 用来抑制沐浴乳变质的防腐剂 这种PARABN不会造成皮肤病变 所以一般人使用都不会有症状 可是一旦使用超过十年 就有可能诱发乳癌 小孩子皮肤解毒力很弱 建议千墨不要碰触 医师千亿 如果真要用 选购时要载气看清楚 是不是含有PARABN成分 如果可以最好使用 甘油为基底的肥皂 因为成分简单不易变质 别为了一时方便的迷思 选错了沐浴乳 否则十年后的代价真的很大 建议使用香皂肥皂沐浴 你喜欢使用沐浴乳洗澡吗 现在恐怕你要开始改变了 很多人使用沐浴乳洗澡 多半都只是因为沐浴乳方便使用 但是方便使用却未必是健康的 首先我们来探讨沐浴乳的制造过程 一般的香皂无非是使用成本低廉的动物性油脂 如牛或羊 或者成本高昂的植物性油脂 如椰子油与甘油 在过程中加入化学凝固剂 或者自然凝固 然后成为一块块的香皂 但是沐浴乳就不同了 由于水与油天生不相容 是想不能相容的水与油 如果要合而为一 唯一的方法 当然就是加入化学所制造的化工素 打于稳定剂 而化工素打于稳定剂 却是医学界所公认的致癌物质之一 也就是说 如果你使用一般的化学香皂 里面所含的化学成分 已经足以让你的皮肤产生过米或者病变 而沐浴乳则又增加了更多 更高级的化学成分 大大缩短了你的皮肤病变的时间 应该省下未来的医药费 轻轻单击 瓶子马上吐出浓浓沐浴乳 三两下马上清洁流流 很多人选择沐浴乳 因为觉得它够方便 但是要知道 人年轻尚有足够的免疫力的时候 对于外界的负面侵袭 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这个时候很多人选择方便 但是有朝一日 我们老了或者生病 免疫力下降 这些长期累积 在我们肌肤皮下层 甚至渗透进入我们体内各脏器的物质 将会大举反扑 令我们失去健康 难得回头 年轻不是挥霍的时代 而是储存的黄金期 现代人追求健康与养生的同时 更应该减少化学物 制对我们的腐蚀 否则 为了省钱或者方便 却在若干年后将所省下的钱转化为医药费用 恐怕只会制造更多的不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